新北市政府推广老人共餐已经有不少的地方邻里热情响应 瑞邦爪风里的老人共餐就举办的相当成功 当地的里长是带领志工们每天从资源回收的收入提拨给共餐活动之用 当地的乡亲还有志工们还会带来家里种的有机蔬菜 为老人共餐来加菜环保又健康 接近中午时瑞邦爪风里老人共餐志工们正准备着菜肴 一盘盘好料都端到了六林林长家中准备给中午一起共餐的当地长者们食用 老人家们入座后午餐开动 大家都夸赞今天的饭菜真的是好吃又丰富 当地里长表示找风里的共餐经费 都是来自资收站加上青菜都是有机栽种的 这餐吃下来真的是环保又健康 区长林黄源也特地来到现场和长者们一起吃午餐 因为他非常用心今天的共餐很多菜肴都给他提供 还有附近我们这些乡亲大家中央有菜 家里有的 煮的菜都拿出来大家共同来分享 大家吃得很高兴 我以来有办资源回收 我就利用资源回收税部分的钱 去买一些米 村的是油温第六人人中 附近这些好处比 大家一人一道菜提供 共同来吃 区长和老人家们共餐也话家常 同时也呼吁长者们要多多走出家门 并且趁共餐机会和大家分享政府各项福利资讯 也借此更加了解地方上的需求 除了和长者们共餐 区长还带来伴手礼分送给长者们 老人家们有得吃又有得拿 真的是开心极乐 午餐时刻就在不断的欢笑声当中快乐的结束了 记者李一帆 瑞芳 陈文报道